在哪裡呢?先寫在開頭的地方 也就是說,如果剛開始這個東西沒有 那我可以怎麼呢? 我可以先丟兩個公式的結果到上面 有沒有?假設我這個地方 原來上面沒有這兩個的話 那我可以先在這邊按F8 先在這邊丟,在這邊丟 有沒有? 那你想說,老師,這樣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你直接丟公式,用Large跟什麼 跟各位講,因為VBA裡面 沒有Large跟Small這麼好用的函數 那可是我為了要得到這兩個結果 那VBA裡面沒有這麼好用 我如果用VBA寫,我會變得寫得非常的複雜 那我導步怎麼樣? 用這個方法先得到結果 那會省掉很多麻煩 OK 所以特別說,這個主要是省掉的 那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用VBA寫? 可以,但是沒有必要 反正這樣最簡單 寫程式不是說寫越複雜越好 OK 就我的理解 花越少的力氣越好 沒有人那麼無聊 每天在那邊想程式怎麼寫 那真的是太浪費時間了 我覺得先把問題解決是比較重要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我們可以把這個結果跑出來 可是跑完之後的話 可能你要注意幾個地方 可能你要注意幾個地方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又有東西嘛 所以如果當它這個結果 丟出去之後的話 你可以再做兩,再寫兩行 把這兩個 複製到這邊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 清空 有沒有 就等於清空它嘛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跑 跑完它之後 再把它清空 這個又不見了 有沒有 實際上是多了這四行 可是 跟我講一下 你其實如果說假設程式跑快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 我來講,知心 你放到這邊好了 你會發現 看得到嗎? 其實還是看得到一點點 不過沒有人 仔細看的話 還是看不出來 對 甚至你 把這兩行 如果你防F2跟G2 這邊是比較明顯 如果你怕被別人發現 你是這樣做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到後面一點的儲存格 那誰會知道 其實這個方法就等於是什麼 比較巧妙的 結合Excel的函數 讓它在VBA被使用 這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OK 所以很多人就在思考說 Excel裡面也有函數 那VBA裡面有函數 可是VBA的函數比較少 Excel的函數比較多 那我如果說我兩邊都要各取所需的話 當然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丟公式就好 這個是一個好方法 另外有沒有別的方法用 不過那個方法會比較麻煩 會比較複雜 在哪裡 在方法2 如何直接調用Excel的那個Large跟 Small函數 所以如果在VBA裡面要兩個方法調 使用Excel的函數 一個是丟公式 另外一個是什麼 用這個Application 點WalkshootFunction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Application指的是Excel WalkshootFunction是它裡面的函數 函數裡面的Large OK 然後呢 再把它放到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不過後來發現這個方法 真的有點複雜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請我們參考 後來發現方法2比較簡單 方法1比較簡單 所以這邊兩個方法都放在這裡給各位參考 如果你們將來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可以自己在斟酌怎麼用比較簡單 這個兩個方法都是